五月 我們今天要特別強調 就是五月十 這是我們住地的場地 請不要推我 請不要推我 長老集團鬧家變堪比 八點檔還要精彩 搶在弟弟派記者會前 哥哥派律師宋正一 在場外被工作人員 你推我擠 你說我檔 今天我要特別代表公司 來這邊發言的內容 星級酒店瞬間變成一級戰場 哥哥派律師甚至被推到樓梯口 整體點就是五月十號 弟弟派照開巴拿馬 長榮國際股東臨時會 推選張國明為新任的 常任董事長 但哥哥派說這不合法 五月十號鼓勵會畫面曝光 由張國明主持會議 大房三子張國正 就坐在張國偉對面 堪稱世紀同框 弟弟派律師黃福雄 也拿出公司張誠 點出沉睡決議 一切通通合法 2016年3月24號開始 張國華先生就已經經由 遺囑執行人指定為 Permanent President 就是巴拿馬長榮國際有限公司的 永久董事長兼常務總經理 這個部分呢 並沒有所謂的懸缺的情況 簡單來說 弟弟派認為大哥張國華沒有在張 發過市14天內開會 所以之後任何股東都可以召開 雙方對張誠的解讀不一 但是問題來了 周恩發2016年就已經過市 為何時隔6年才突然說要選新的 常任董事長 為了常榮海外金庫四個兄弟 從台灣戰鬥巴拿馬 現在又有新戰場 常榮海運股東會即將在5月30號登場 張國鳴已經發函改派兩名的法人代表 看來這場家族內鬥戲碼未完待續 歡迎新聞科幻全盛米珍 台北採訪報導